皮笑人生 哈囉呀我是Kiki 最近有好多新劇剛開播 像是39、氣象廳的人們、二數21等等 開播到現在都還不錯看 不過我想要等級數多一點 再來跟大家分享其中幾部的內容 那今天的影片是久違的時經秀討論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在看《盲婚事愛日本》呢 不得不說日本片完全出乎了意料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真實又認真的時經秀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我對《盲魂事愛》日本片的想法 那在我開始討論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很多精彩影片囉! 和美國版《盲魂事愛》一樣 男女成員們必須待在愛潮裡 在不能看見對方的情況下 單純透過聊天認識彼此 如果感覺對了就可以和對方求婚 並在雀腳上第一次見面後立刻定婚 為了幫助情侶們更快速認識彼此 出了愛潮之後 節目組會安排每對情侶到日本各地旅遊 通過旅遊考驗的情侶們 將會展開為期三個禮拜的通居生活 其中包括見雙方朋友、父母等等流程 成員也必須在最後一天的婚禮上 直接告訴對方自己是否願意與他結婚 就如同我前面所說 我覺得日本片非常真實 觀眾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日本人談戀愛的方式 而美國片的第一季就顯得比較drama 還有人出了愛潮之後 瑜琴未聊 展開女人之間的狗心抖角 所以以劇情來說 美國版雖然比較有看點比較戲劇化 但我更喜歡日本版帶給我的真誠 每個人都很用心的在思考對方適不適合自己 就算有情侶選擇分手 也是很真實的反映出情侶在交融期間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除此之外 我覺得日本版的改編很厲害 上次前四集情侶們第一次見面的雀橋 美版本來是讓成員們走紅毯啦 但是日本版的雀橋超級漂亮 還有成員穿著和服出場 很有七夕牛郎之女相戒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整體的視覺效果 但我也必須說 日本版談戀愛的節奏很慢 節目中的情侶們就算同居 也是非常相近如賓的狀態 甚至在結婚前 他們都沒什麼親密互動 所以有些觀眾可能會不習慣 那麼接下來呢 我會針對每一對情侶的結局 跟大家分享我對他們的想法 熊大不知道是太年輕 還是他只是想要多個管道認識異性 總之 我覺得他不是來結婚的 在愛草裡雖然有很多女生都喜歡他 但熊大追求娜娜的方式相當帥氣 只可惜出了愛草之後 娜娜問他對生小愛的想法 熊大卻說他其實還沒準備好成家 並向女方表示自己害怕與他交談 因為他不能說錯話 必須為自己的一言一行負責 嘿 我真的是傻眼 熊大不知道來幹嘛的 如果你還沒有做好結婚的心理準備 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節目呢? 更何況 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 不是很基本的常識嗎? 為什麼講到好像是娜娜的錯一樣? 相反的 我覺得娜娜很可惜 不論是外型還是個性都有很好的條件 她也很明確的知道自己要什麼 只可惜還沒有遇到對的人 關於小田和娜娜口這一堆呢? 我真的是一度氣到暗暫停 小田根本就是來騙眼淚的吧 一開始小田在愛草裡明明就說過 雖然才認識不到幾小時 但她就想要逗娜娜口笑了 而且娜娜口跟她表示 自己很擔心對方會不會介意她禮過婚時 小田還很帥氣的說 受過傷的人知道傷害其他人是不被允許的 而且之後不是失敗 有顧婚姻的經驗就代表下一段婚姻會更好 你所擔心的事情 對別人來說可以被視為是強項優點 媽呀 簡直人生警局 我第一集隻手也會爆哭 就是覺得小田帥爆了 尤其是兩人在缺桥相見的時候 娜娜口說小田完全是他的菜 我還超替男生開心 沒想到出了艾草之後 小田完全變了一個人 出了艾草之後 小田幾乎沒和娜娜口說過話 因為男生說想要展現最真實的自己 也就是她平常和家人相處時的樣子 所以當他們旅行時 小田總是不搭理女方 每當娜娜口想要與她說話的時候 男生就會打開筆電開始工作 讓娜娜口非常受傷 甚至覺得小田在艾草裡外的個性判若兩人 我其實是可以理解 搞笑藝人私底下可能不想要一直處在那種興奮的狀態 畢竟他們的工作就是對我別人小嘛 小田這樣鬥久了也會累 但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集小田向娜娜口告白之前有特別提到 因為爸爸生病的關係 她認為家庭是最重要的 但沉默寡言就是小田對待家人的方式嘛 當然娜娜口也有點問題 她一直選擇不做溝通 直到最後一刻溝通了 但也決定結束了 但我覺得小田的問題更大 她至少要向娜娜口解釋自己都不講話的理由是什麼吧 畢竟她們才認識不到兩個禮拜耶 連談戀愛都不願意溝通了 結婚之後不就變成現實版的金魚騎嗎? 其實我一開始最喜歡三漢美波這對情侶 因為男生很溫柔 女生又怪的蠻可愛的 但就像孫說的 熱戀的時候或許會覺得怪很可愛 但時間會告訴她自己是否能夠容忍她怪怪的個性 不過到後期 美波和森發生爭執的時候 我莫名很理解美波的情侶 因為我也幹過一樣的蠢事 不知道對方到底喜不喜歡自己 為了盡快獲得那份安全感 說出來的話 做的事情反而給對方更多壓力 更何況她們還要在一個月內 確認對方是否可以陪自己走完一輩子 我相信在那個情況下 美波和森的壓力一定更大 所以她們兩個分手反倒覺得是一件好事 至少她們都不會再被壓得喘不過氣了 我最喜歡的女成員就是普莉亞 她根本就是人間情形 三觀超正又長得漂亮 不管是第五集 水素莊闊 堅持要點餐廳內最貴的白酒 還是之後 普莉亞不斷追問水素的質押規劃 這些行為看似咄咄逼人 那就是因為普莉亞沒有被水素的甜言蜜語沖昏頭 才可以看破這些承諾背後的謊言 在那一朝中 水素表示自己曾經破產過 後來又再次東山再起 成為餐廳老闆 普莉亞也曾在採訪中表示 她覺得水素誠懇又正直 她就是想從另外一半身上得到這份安定感 但出了愛潮之後 水素不但被女方揭穿 她根本沒有餐廳的經營權 水素嘴上說著自己想到澳洲生活往農業發展 卻連最基礎的市場調查都沒做 也顯示出她對未來根本沒有實質規劃 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 雖然不是所有男生都這樣 但我最討厭水素這種空口說大話的人 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普莉亞為什麼要一直逼問水素 因為如果她沒有問清楚 未來要承擔這些後果的就是普莉亞 所以她們兩個分手的時候 我超替女生開心的 這一對可以撐那麼久完全出乎我意料 他們之間根本沒有火花 賈就是一心想要找個人陪她去肯亞 但想想要的就是心靈上的交流 偏偏她選擇的對象就是個天生樂觀 不會想很多的人 所以她們根本就不合 不過我也必須說賈真的太扯了 雖然我很敬佩她去肯亞教小孩子棒球的熱誠 但是連另一半的名字叫什麼都不知道 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更何況像在跟賈討論 如果之後男生真的要到肯亞工作 那麼兩人的未來該怎麼辦 賈嘴上說著 不會要求女生放棄夢想 但她也說不出解決辦法 也顯得這份樂觀有點不切實際 又是一對我也不懂她們為什麼在一起的情侶 甚至看到最後一集 我還想說 真白 你幹嘛浪費大家的時間呢 一開始真白在愛潮裡 自己心理的對象都紛紛向別人求婚了 讓她一度很崩潰說道 還有人會喜歡我嗎 後來真白在想和俊太郎之間選擇俊太郎 讓我一度有點小懷疑 真白是因為其他人都被選走了 才硬要選一個嗎 不然他怎麼有辦法在失聯後 在短時間內又愛上俊太郎並答應他的求婚 出了愛潮之後 真白和俊太郎一樣沒有火花 就像俊太郎說的 如果真白真的對自己有意思 應該會對他充滿疑惑 或是對兩人的未來提出討論 但女方很明顯的就是對他沒意思 另一方面我其實很心疼俊太郎 因為真白講話總是很客氣 很難看得出來他到底在想什麼 但俊太郎總是很溫柔的包容他 就連最後的退婚 俊太郎都是站在真白的角度思考 真怕自己太逼迫的女方才會主動提出停辦婚禮 沒想到真白說 他其實也打算說不 並露出一副收了口氣的表情 但既然真白對俊太郎沒興趣 幹嘛不直接跟對方說呢? 我覺得這樣的態度 確實很不尊重男生啦 然後想插個題外話 俊太郎家也太浮誇了吧 那個景色和洞穴裡的身相 我還以為自己在看宮崎駿的動畫咧 那不曉得你們對真白和俊太郎這對情侶有什麼想法呢? 梁太郎和新美應該是這整集我最喜歡的情侶 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從愛潮開始 新美的笑容就超級療癒 尤其是梁太郎提到自己缺點的時候 新美就像一顆小太陽 有源源不絕的正能量 而且出了愛潮之後 雖然梁太郎的外型不是新美的菜 但是他們還是很喜歡彼此 關係也比在愛潮中更密切 而且男生一開始不是堅持要留金髮嗎? 但是他為了給新美的家人留下好印象 仍決定把頭髮染黑的時候我超感動 除了之外 不管是拍攝期間還是梁人最後的近況採訪 他們真的是閃瞎眾人 梁太郎在婚禮前說到 我會一直幫他剪頭髮 就像他會為我煮晚餐一樣 還有他們最後出場的時候 新美居然也染成金髮了 哇 我真的要幫自己披上那個閃瞎的大雄 這類情侶不用說任何話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們有多喜歡彼此 不過我也想要吐槽一下新美吧 因為新美一直說他的爸爸很嚴格 可能沒辦法接受梁太郎的外型 結果新美一出場我想說 這位爸爸 你知道你比梁太郎更潮嗎? 那個太陽帽 紅色眼鏡和濃紅的烙腮虎 完全不像是一個傳統復興的造型啊 但我相信新美一定有感受到梁太郎的整形 畢竟喜歡一個人的眼神是演不出來的 也恭喜這對可愛的小情侶成功結婚啦! 我先說 我知道有很多人應該不喜歡的綠 因為他們明明是來參加不看外貌的節目 卻在出了艾草之後一直嫌棄行的外貌 但我想幫女生補寫一下 綠在第一集受訪的時候就有說 我不確定不看長相就喜歡上異性是否可行 所以他從一開始就沒有說過自己不是外貌協會 而且我覺得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我不覺得行長得很醜或很不好看 但是如果我今天遇到一個外貌不是我的菜 但其他地方都跟我心裡很契合的對象 我也會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我到底有沒有辦法跟這個人走完一輩子 畢竟要跟自己過完餘生的人不是網友也不是別人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綠的糾結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那當然我非常喜歡行的個性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 而且是真的言出必行 他甚至願意為了綠改變自己的外型 陪著女友一起運動 所以我覺得行的努力、個性、價值觀 讓他整個人都變得很帥氣 還有綠的媽媽 他應該說出了所有網友的心聲吧 好很棒啊,你憑什麼這麼自負 愛情不會持續到永遠 不可能一直維持在相同程度 你也不是個完美的人 但他卻因為你的個性而接受你 你竟然沒看出這點 我猜啦 綠本來是希望媽媽可以反對他 這樣他就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 可以拒絕行 但綠可能也忘記了 自己為什麼在艾草裡這麼喜歡行 因為行就是這樣的人啊 一個堅定又細心照料對方的男人 但也幸好他們兩個結局是圓滿的 不然我超擔心 行萬一在婚禮上被拒絕怎麼辦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對 《盲婚時愛日本》的想法 雖然這部不是我最愛的實境秀 但我覺得日本偏探討戀愛婚姻的角度很有趣 甚至也讓我思考很多對另外一半未來的想法 那不曉得你們喜歡這個節目嗎? 你最喜歡哪對情侶或是成員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俊太郎和真白那對我還有一點沒講到 就是俊太郎根本沒有見過真白的父母啊 那他們之間除了年齡差之外 名叫還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走到最後一步才拒絕對方呢? 我覺得很妙啦 還有辛梅那對養的榮鼠也太可愛了吧 我後來去查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台灣俗稱的龍貓 總之這兩對情侶有任何近況的話 我也會在置領留言或是在IG上跟他分享喔